国立宜兰大学开办行动阅读计划 以起脚踏车方式在宜兰的田野间游走 不但把风光明媚的蓝阳平原 以慢速的方式尽收眼底 更特别的是与作者有约的这场面对面对话 让作者现身说明创作始末 达到互动体验和行动的多元内容 在与作者互动的同时 大学生还拿出这本电子书 里头砍入了整本作者的书 放入电子界面 背着书包 循着作者描述的景致四处参观 学习变得更轻松也更真实 最特别的是大学生的自行车学习之旅 有善心人士提供学习场地与永泉名胜 供导览参观 让乡下人的热情感染了正在学习 待人处事的大学生 自行车 电子书与作者有约到乡下旅行 这些看似没有关联的元素 在创意教学的建构下进行了友善连结 让学习真正落实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目标 水水新闻 范文斌 吴芷云 采访报导 前程 師父 李徐天 吴芷云 采访报导 我们の文章 吴芷云 采访报导 导臺 娱营 采访报导 在创意教学习 采访报导 御学习真正质生的颜色 前程 吃 Vere 采访报导